《經濟午餐》主持黎家良 何文傑 我們剛才提到同梦同行的計劃 是兒童和青少年生命導向計劃 由寶良谷田家丙關愛家庭中心去策劃 我們剛才找了副主任和我們聊 這一節找了主任Carmen 徐家文姑娘 也有Carmen很熟悉的新城電台的朋友 也有客串和我們做主持 還有一位是太平山扶輪社的社長 你好 劉俊倫先生是家族投資辦公室的董事 也贊助這個活動的主要人員 稍後跟我們聊一下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活動 先問Carmen 原來不經不覺你這個計劃 已經是第四屆了 是否從疫情開始開展 其實這個計劃由2012年已經開展 數數手指十年了 所以現在已經去到第四屆了 我們剛才五月就展開這個計劃 即是每一屆是幾年 三年一屆 聽起來好像很長 十幾年 即是那時候你正在讀小學 是的 說得沒錯 私有計劃也有十年的經驗 有什麼特色呢 在不斷檢討改善的時候 其實剛才說這個計劃也走了十年 所以我們今年加入了很多元素 而最大的特色其實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有私的配對 有是朋友的有 對 導私的私 其實就是亦私亦有的感覺 我們希望跟年輕人 以一對一配一個有私給他 希望在這個三年的計劃裏面 好像一個生命響道一樣 跟他們一起走這段成長路 這是其中一個特點 還有我們的有私 除了是一些以往十年都已經在做有私的人 繼續留在這裏做 也有一些就是剛才上一節節目說 他以前是參加這個計劃 做小朋友而已 現在大了 可以幫助其他人 還有今年我們也大規模 有規模有系統 跟一些企業的團體合作 他們也很好會轉介很多的專才有私給我們 令整個計劃更加專業化 令年輕人的眼界更加廣闊 怎樣去連繫到跨界別的協助呢 作為一個寶良局的青年中心 你要走出去跟商界接觸 有什麼竅門呢 首先我們的計劃 我們也有信心 我們的計劃真的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次就是一個很講緣分的 都要認識得到很有心的企業 好像這次我們計劃很好 認識到太平山庫倫舍 他們一來就捐款 資助這些年輕人 如何實踐他們的目標夢想 另外也是大規模地幫我們 招募很多專才的有私 還有其實跟企業合作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他們除了動員他們的網絡力量 之餘 他們例如也會提供一些行業分享 令整個計劃更加完善 我們過往曾經有一些專業的無特兒 電競選手和一些香港運動員 跟我們做一些行業分享 其實在過程中有沒有企業參與的元素 如何令計劃能夠落地呢 重要性在哪裏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們是要 除了自己參與之餘 如何動員他們身邊的網絡資源一起參與 我講一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過往的曾經有一位優勢 他叫Jimmy叔叔 他其實是一個建造業的管理員 其實他很欣賞這個計劃 覺得價值很好 他除了自己做優勢 他還帶了他30位的員工 一起來做優勢 而且不僅僅他還開放了他們公司的場地 給我們做活動場地 是啊 其實我們有時候找活動場地都很頭痕 他開放了公司的活動場地 而且最特別的是 他還帶了他那位年輕人 即是他的職員 進去他公司做委員會 令到那個年輕人 當初由我們常常叫的隱青 就是打機 因為他做IT管理員 所以令到年輕人可以知道 原來有機會上班是怎樣的 令到年輕人現在回到Ivy那裏 就讀關於IT的行業 這個時候我也想問一下 太平山扶輪社的社長 我也是扶輪社的社友 曼哈頓扶輪社 太平山扶輪社是歷史悠久 這些是很多網社 劉先生就是本身做家族辦公室 為什麼扶輪社會會支持這個計劃呢 我們在2021-2扶輪年度的 其中一個服務的目標就是 就是青少年 這個計劃剛才Carmen也說了 過往幾年都做得很成功 到今年我們搜索一些項目去支持 去參與 我發現第一件事是 這個團體是由社會責任回饋社會 剛巧青少年也是我們的對象 輔助青少年發展 善用一下我們自己有的人才 人脈 資源 希望可以為社會的青少年代 一些商機 這個真是很有意思的活動 我知扶輪社特別強調 不只是捐錢 那些社友要下手下腳去提供服務 這個私有計劃是否最能夠達到的目的呢 因為扶輪社友可以親身 和年輕人可以做私有的角色 譬如我們這次 我們自己參加的社友 其實大部分都是爸爸的背景 可以跟青少年有些相處的點滴 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 或者可以在配對到的Mentee之中 可以吸收一些新的對青少年的伎倆 希望最終可以感化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回饋社會的責任 就是自己的子女 沒錯 就是這個過程 做私有也有得著的 絕對有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這一代的年輕人 是這樣的想法的 回去對自己的子女也認識多了 了解多了 搞笑代溝 去講MIRROR和CORROR 你也知道是什麼 沒錯 早幾年都不認識 哈哈 在這個過程中 扶輪社的社友 參與職不積極 我們的社友很積極 因為其實如果安排到時間 都很踴躍參加 其實我們也有十幾位社友出席 去做這個有私 雖然是一個三年的配對計劃 我們也要投放三年的資源 去做這個有私的角色 但是我們希望 最終都希望可以幫到青少年 和時間上 其實雙方都是一個過程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到這個過程 未來會不會繼續支持這個同盟計劃 其實我們這三年就已經勤力了 不會放棄的 之後再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我們一定會出力的 有什麼有趣的經歷 例如私友 會不會和現在年輕人 我現在不用WhatsApp 只用新的 要下載軟件 有沒有溝通 其實我想經的時尚一節 他們的世界和我的世界 真的有很大的代溝 不要說一部電話中 我想軟件我也有時間去學 真的用的不同 其實過程就是溝通 大家會用一些共同的語言 Carmen對於這個計劃 補充剛才張姑娘說到 會去大灣區 有什麼構思呢 其實我們現在等疫情開放之後 我們就已經著力和他們計劃 去一些行業的體驗 尤其是大灣區的機遇 如果最快的 其實在接下來 我們6月12日 即是下星期日 我們就是整個計劃的啟動位 有三年了 對 我們已經有齊所有的年輕人 家長和mentors 一起去見證這件事展開 都很大型 如果還想參加 就要三年後了 如果還想參加的話 其實可以用一個行業分享 或者分享導師的角色 可以參與部分的活動 對 因為其實真的要長期建立關係 才可以帶動青少年受助者的轉變 整個開幕禮 會不會有大灣區元素 我們也會 會大概說一說整個計劃 流程 還有剛才Raymond說得很好 雖然三年很長 但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計劃 是絕對值得的 今天真的很感謝兩位 來到新城廣播直播室 端午節也來到現場 跟大家說話端午節快樂 特別是太平山扶輪社 那麼有心去支持活動 長期有社會 全部都在社會上很有經驗 很有角色的人 可以直接跟受助者的青年人一起聊天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 希望可以祝你們活動成功 繼續可以幫助更多的年輕人 謝謝 拜拜